所以我可能讲讲我自己读书的心得 跟我最近所做的一些研究 在事前刘老师就说 是不是跟中文系之间的 因为我自己是个历史学家 所以他是说中文系可能就敌方不懂了 其实不是这样了 我想但我也挑一个跟中文比较有关 我自己觉得了 另外一点就说我想是讨论关于语言的现象 因为我常觉得语言是一个密码 语言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如果说历史有所谓的表面跟里程 语言现象经常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现象 所以我自己希望能够从这些角度来讨论 另一点当然也跟杨老师说的 这几年来我在做跟什么天下东亚世界有关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汉文 我们去讨论汉文 我今天的课题讲鲜卑国语 其实鲜卑语 因为鲜卑国语是当时的一个专用的词汇 我待会做一点介绍 鲜卑语 我今天要来谈鲜卑语的一些问题 来之前我太太就说 她说你懂鲜卑语吗 我说我当然不懂 她说那你怎么去讲鲜卑 我说没人懂 反正没人懂 反正没人懂 讲你就可以随便讲 但这我开玩笑了 就像我有一年 那时候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的日文力不从心 然后到杂谎去做个调查 然后就看到书店里头在卖艾奴语 那我就去买什么艾奴语读本 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那我太太问我说你为什么去买个艾奴语读本 反正这种语言没人懂 我随便念一念就说我懂 但我在开玩笑 后来我太太说那你到底懂了什么艾奴语 我说我现在还是懂这个杂谎语语 他说那个是艾奴语吗 后来当然就说我想我的重点会在谈 鲜卑语了 但玩笑归玩笑了 我想鲜卑语这个语言其实是 它应该流行在第五第六世纪了 它应该流行在第五第六世纪了 那应该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就不见了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记录 其实在《隋书经纪志》里头 还列了一堆的跟鲜卑语有关的书 所以可见的应该在唐朝 至少前期的国家图书馆里头 还列着这些书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鲜卑语 是在这段期间当中的 中国北方的一种共同语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语 但是对于做中国史 我想其他历史也一样了 我们共同的遗憾就说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语言 到底是什么样子 都留下了一些有鲜卑语流行 像现在我看到的这条史料 其实很多都知道这条史料 严世嘉训里头很有名的史料 当然这个时间它说在起草 已经到了第六世纪的前期 所以说可见在第六世纪的前期的时候 以这两条史料来说 可能上面这条更有名 可以见得当时的在华北的 他说士大夫 士大夫 可见的理论上是一个汉人 我们如果硬要去分的话 他们都在学鲜卑语 那下面这条史料 他说他们学了各种的技术 各种技术 其中包含鲜卑语跟胡书 胡书是什么 争论很大了 一般来说都会认为是某种梵文 所以说这些鲜卑语或者梵文的知识 应该是第六世纪的时候的很多的知识分子 他们共有的知识了 因为这个现象其实在中国史研究当中 我觉得被低估了 被低估 我们应该重新去看这些语言的影响 这几年来当然比鲜卑语更红的是素特 素特的素特文 素特语素特的研究 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段期间当中 中国的社会上面 普遍流行这些所谓的广义的语语 鲜卑语不被叫做语语 就是说这些语语广泛的被流行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 所谓的语言的重臣结构 汉文在最上层 目前我们希望能够整体去看当时的现象 去解开很多历史 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当然我是一个历史学家 尤其做政治史的研究 不是一个语言学家 所以我没有能力能够讨论 讨论跟鲜卑语的语言方面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会去讨论 跟历史学有关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我想语言本身 它就是一个历史现象 我想所有的人文学研究 最后都汇集到我们对语言的探讨 语言的关怀 这几年当然我自己做了一些 跟汉文有关的研究 其实也是要讨论 所谓的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的构造这些问题 这个课题也算是我自己讨论 关于鲜卑国语的问题 也是我自己讨论汉文系列的研究 其中之一 我的标题当中有所谓的汉化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 其实我们也从我的研究当中 可以去看到北魏孝文帝的时期 大概就是第五世纪的后期了 480年以后 在这段期间当中 当然我想除了表象上的汉化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北魏孝文帝应该是 鲜卑语的主要推动者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者现象 为什么可以在一起 当然因为我自己 从历史学的角度探索 我会更强调 其实我会更强调 语言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这个理解其实也不难 因为语言是人为的 语言一定是人为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说语言它一定是政治的 那当然不许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汉文研究 包括个人在内 当然我们会去批判 这所谓的民族主义史观 民族主义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想法 就是国语 就是国语 就是母语嘛 我们总认为母语就是我妈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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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然后它传下来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语言 那相对于国语是一个外来的政治的语言 其实我想所有的 目前我们所在讲的语言 其实都是政治的结果 其实你抛弃了国语 抛弃了国语 那只是你一个政治的决定 你今天去换另外一种语言 那种语言 比如说闽南语 其实它也是长期在闽南这个地方的 某种的跟政治有关的王权 所运作出来的语言 我想语言都是外来的 你也可以说统治者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语言一定经过政治社会的整合 所出现的 所以我们叫做共同语 我们会使用共同语 但共同语这个词会可能有点日文 可能日本比较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用我也不会了 这可能要 我们是跟着语言学的专家去使用这些语言 如果你觉得共同语不好 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词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也就说这个语言本身 我们讲共同语 它一定是这个人群当中 为了沟通等等的需要 所经过一个政治的过程 所创造出来的 那语言呢 至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研究的心得 当然这个很多人分享了 不是我的创造 那它一定是 你可以说它一定是个外来统治者 所带来的一种语言 但是语言之所以有趣 语言之所以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它又不是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的 那我今天我刚怀针可以装作很美国人 我可以吃可口可乐 穿牛仔裤 但是我就是不会讲英文 那语言它不只是一个符号 不只是你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它加在身上 它又有许多主观的意识跟客观的条件 所以说语言的表现 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整合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些现象有兴趣 你也可以说语言语言它是一个密码 那它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历史的里程 那甚至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些真实的面貌 那这是我自己做这个研究的想法 那就像说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实验场 台湾是一个最好的语言的语言的实验场 我们看到各种语言在这边 那这个就好比说我自己小时候 因为我妈妈是供养人 所以我小时候我的暑假会 小时候的暑假会有一段期间住在供僚 那我小时候的供僚根本没有人会讲国语 这个 就是说我自己的小时候的供僚 没有人会说国语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台语节是一种奇妙的台语 我还会讲那种奇妙的台语 宜兰昌的台语 那但是你经过了二十几年以后 你现在去供僚看每个小朋友都讲国语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就说你看到台湾有一波就是这个本土化的语言 可是另外一面 所以说你去观察语言 其实可以更知道一个人民的真相 那另外一点 当然也配合刘老师的这个读书会 那这个我自己也特别挑一个第五世纪的课题了 其实就是先卑语 我上次来参加刘老师的这个研讨会 我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做第五世纪 我常觉得不到医院 不知道那么多人生病 不参加刘老师的会 就这么多人做第五世纪 那我也觉得第五世纪对我来说 我是也做第五世纪了 尤其这几年做比较多的第四到第六世纪 那我也觉得第五世纪是一个迷样的时代 一个非常奇妙的 我经常在看中国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分裂的时期 我想第五世纪是离统一最远的一个时代 你说上面你算到311年勇家之难 那下面到589年中国再归统一 第五世纪刚好是前面前后都经过了一百多年 那换言之就说你在前面已经经过一百多年 后面还有一百多年 后面一百多年当时人不知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人会做什么决定 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什么中国意识中国文化和汉的影响 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可以变动 而且大变动的时代 那我们之所以对第五世纪 没有那么深的感觉的原因 是因为你也可以说中国史就是很奇妙 到589年又回到一个中国的时代 但是你也可以说那是589年 或者581年 应该581年 所以文帝统一中国以后 他做了一个奇妙的决定 他说他要依汉未知旧 可是中国在当时 其实不见得要做这件事情 那鲜卑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当然接下来就说 我在言归正传 那至于说汉文的由来 当然我想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谈汉文的由来 那汉文的特色 汉文的特色是 它是一种有文字的语言 你可以说在语言当中 你可以把它大分成有文字的语言 跟没有文字的语言 而中国王权对于历史的一个深刻的影响 你可以把它推到甲骨文 那3500年前了 那他创造了一种 一种有文字的语言 所以说汉文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书面语 它可以是一个书面语 然后你通过去念这个书面语 我们说听说读写 你去读这个书面语 读这个书面语它就形成了一套语言 那这套语言 你可以从西周 从春秋 从孔子说 必也正名乎 孔子说要有雅言 然后在各国出现各国的语言 其语 无语 除语 以来 那它共同的特色 共同的特色是 有了一套 你也可以说在语言的结构当中 最上层的一套语言 就是汉文 那这套汉文的特色 你可以说它在特定的场合 好比说在朝廷 在官府里头 那你把书面语 用一套语言 发音的系统 那你自己问我说 那这套发音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这是个语言学家的问题 那我们只能说 大概就是洛阳音吧 我历史教练只能讲到这里而已 那大概用一种音 把它给念出来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书面语 所以说你可以用 齐国的音 楚国的音 吴国的音 你把它给念出来 那这个念出来本身 它就是一套语言 所以说这套语言 你也可以说成为 从上周以来的 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王权 带给中国的一套共同语 那这套共同语 我们也不要太低估它 因为它影响太大了 一直到今天 今天13世纪后白话文 还在继承这个传统 所以我们都可以读懂 读懂三国演绎 读懂水浒传 我们看得懂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叫一个陕西人 去念它 山东人念它 广东人念它 其实你是听不懂的 但是文字是通的 所以说基本上 基本上它造成一套有文字 而且以文字 以文字作为语言的标准 或者语言的逻辑的一套文字 那当然它影响太大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去认为 这套文字 这套文字呢 就是跟今天国语一样 那它是一个普遍的语言 那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的 那个重臣结构 我想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你说在最高级的场合 我开玩笑的 就是说可能在朝廷了 那你要去读这个汉文 形成大家的共同语 但是在日常生活 在京城的日常生活当中 又使用一种 比较接近今天的国语 或者叫做通语等等 然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或者这个方言 在当时就叫做国语 因为国就是一个地方 我们说方言的方 方言的方 其实就是国的意思 其实方言在当时就是国语 就是那个国 齐国 楚国 吴国的国语 那在当时说方言的人 还是一个会懂汉字的上层的人 他才会说方言 所以方言的意义 其实跟我们今天讲 讲的闽南语做一种方言 其实这个意思 在当时是不太一样 然后当然有再更下层的 家乡话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 就说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当时中国的语言 一定是一个重层的多元的结构 因为我自己的兴趣 其实也是从日文来的 许多人都说 汉文对于日本来说 它是一个外来的语言 但你也可以说 汉文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外来语言 对于地域社会 楚国 齐国 你说杭州 成都 西安 它也是一个外来的语言 它也是从外来去学习 要通过学习的机制 所学到的语言 我们再回到杨雄的方言 这本书其实我这几年 特别的重视它了 杨雄它是在西汉末年 在长安 它通过在长安 我们说京城社会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 它利用在长安这个地方 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它做了田野调查 其实它没有出长安去调查 它只是研究长安里头 因为当时的选举制度 各地方人来 它就把当时的方言 分做好几个语言区 其中谈到是方言当中 他说 他有一条说 其实这个可以整理了 在座如果有研究生同学 这个语言学的知识比我更好 文字学 音韵学比我更好 其实或许可以更 他有一条他说 他说这种例子很多 他说这个 辅 烟 联 蒙 他说是爱也 他说正函这个地方 念作辅 敬畏这个地方念作烟 我的音都不见得对了 如影之间的约连 他说宋鲁之间的约谋 或约连 那连是通语言 他的意思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汉文里头 有爱这个字 爱 你要使用爱 爱就是爱那个意思 可是爱这个字 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发音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方言 那在某些地方会念作连 念作连 那连作地方念作辅 那有些地方念作烟 那有些地方念作谋 我去查字典 那我想或许同学们 我在座有同学 对有信 你们查字典 查得比我更好 那像现在像五八言 脸 这个词我们现在汉文还留下来了 某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太清楚 这可能可以去查 那换言之 其实这就是当地的方言的发音 那当地的方言的发音当中 那他又跟你讲说 脸 脸这个字 是通语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说在各个地方的人聚集在长安 以及后面的洛阳 那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社交生活当中 你使用脸这个词 大家就会听懂 会听懂脸这个词 那如果你念作五焉谋 这可能是你们local的这些人 他们会听 爱 它是一个汉文 它是一个汉文 我想你发爱这个音 大家也都听懂 因为它是一个汉文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讨论 脸为什么是一个通语 那你也可以说 因为它是如影之间的语言 那如影之间 这个地方在河南的南边 这个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 它世代夫的大本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河南这个地方的贵族 甚至是跟洛阳南边的贵族 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语言其实是强势的集团 在长安的强势集团 他们去控制了这个语言 所以说连这个词 那在这段话当中 其实我们又可以注意到 那杨雄的方言当中 已经让我们知道 各个地方的方言 他们也在进行某种文字化 那这种文字化 就是由它的音 它的音去造字 去造了一个字 那汉文造字的原理 其实就是这边所看到的六书 书文解字讲六书 那其中 其中的就是形声 你说形声字 那中国的形声字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就某个意义上 它是一个音节文字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汉文的 其中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我想不能把汉文 说成是象形文字 那汉文最多的汉文 其实还是在表音 从甲骨文以来 每个汉字 每个字 其实它是有音的 它是有音的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重视 汉字在东亚流传的时候 一定是音也跟着传过去 不会把字传过去 到日本的时候 也是音一定跟着过去 不会只有字过去 你不会去辨识那个符号 一定是跟着音过去的 所以说 在这个音过程当中 他比如说你看到连这个字 其实它造字的原理 你也可以说造字的原理 是采用一个新字旁 然后后面就用了一个音符 那这是中国的汉字 汉字的去创造更多文字的一个逻辑 其实这个在说文解释当中 已经很清楚的去提到这一点 所以说 当然你从杨兄的方言当中 也可以知道 当时中国语言 就是我再重复 跟杨老师所说的 那个重层结构 你也可以说汉文 那汉文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天下文 天下各个地方互通的语言 然后还有通语 还有一种通语 那这种通语 就是中国世代 士大夫社会的上层的 士大夫社会的共同语 那这种共同语 可能更表现出 比说洛阳话 洛阳地方话 这个有点像近代的北京话 那以北京话 其实它也是北京这个地方 各个地方的人汇集以后 然后去采取了一个音 那还有方言 其实就是国语 那当然还有香音 还有土话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点 而到第三世纪以后 到第三世纪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 看到中国的 另外一些语言的进来 那这些语言 在中国的史书上 被称之为乙语 中言之老 那在此之前 中国的语言 你说基层社会的语言 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元的面貌 而汉代的500年 你说从西汉 东汉 一直到311 永家之难之前 大概500年吧 那中国不断的移民进到中国来 我想这一点 这个知识 已经是 你可以说这20年来 中国史 最想跟大家讲的知识 也就是说中国有各个地方 多元的人在这个地方 那我也觉得 这是这几年来 中国史的一个很大的革新 改变我们对中国史的面貌 所以你现在中国 中国考古你挖挖挖挖到一个 像阿兜阿兜的人的出来 过去我们都认为他是外国人 他是中国人 因为他在那边住了很久了 那这个汉的500年 更是一个大移民时期 那人不断进来 那语言也跟着进来 那这几年来 我们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几种语言 其实这几年来 最热门的就是苏特的苏特文 那另外一点就是 长期我们已经被研究的 被研究的 尤其对做佛教有研究的梵文 那苏特文跟梵文 这个我都不是专家 那我都说 我一说就会错掉 所以我就尽量不要说 少惹祸 尤其梵文 我讲不出到底梵文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另外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看到第五世纪以后的鲜卑语 那很庆幸鲜卑语 也没什么史料 我怎么讲都对 那我们有兴趣的 其实我们有兴趣的 倒是这个 这个语音的记录 表音的 表音文字的传入中国 表音文字传入中国 那就说底层的人民 他们到底 到底有没有在使用 有没有在使用这种 你也可以说某种字母 表音的字母 去记录 记录他们的语言 那因为你从 你从这个文化的比较 或者语言的比较来说 中文 中文没有创出表音的文字 其实你应该认为 它是一个例外 你不应该认为 它是一个常态 你应该认为 它是一个例外 日本有 日本有假名 这个 韩国也有 你也可以说 第十世纪以后 到第十一世纪 从女真 契丹 中国的周边 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所以说 你应该反过来想 就是说 因为中国周边都做了 那中国反而不做 其实应该反过来想 甚至鲜卑与 在中国的失传 其实都应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各地都 各地都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 当然我们就有兴趣去问 从第四世纪以后 五胡乱华以后 胡族国家成立以后 一直到唐朝 中国基层社会 真的没有这件事情在做吗 他们没有在记录 他们的口语言 我们不要讲口语 他们的某种 某种共同语 我们讲口语有点 可能是相应 土化 某个地区的共同 真的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了 但历史学家深感兴趣了 所以说 尤其像苏特文的进来 苏特文的进来 像范文的进来 尤其佛教如此流行 商人的势力 使用苏特文的商人的势力 在中国如此之大 他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无稽可循 没有无稽可循 但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想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到了十世纪以后 也就是到了北宋以后 因为华谊观念的影响 反而造成了 我们中华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当然这个也就牵涉到 中国没有一个表音的系统 这种文字 其实这是很 你应该反过来想 这是很奇妙的 过去我们太高估了汉文 汉文的影响 因为觉得大家都在讲汉文 所以说不需要 其实应该没有这件事 所以说怎么样 重新去看待历史的变化 结果是没有了 这个没有的结果 其实对中国应该造成 很大的影响 日本在江湖时代的试字率 有50%了 那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们有表音的文字 可以去表口语 那我不该讲说表口语 表某种共同语 因为口语还是不会表口语 真正要表口语 大概要到很近代以后了 当然就说 我们现在对于素特文 对泛文的理解 这个是个 对大家来说 可能是个尝试了 但问题说 素特文不是一个印度文吗 那我讲错 泛文不是一个印度文吗 那这些都是 重点在于 所谓的素特文 那或许有些人讲的是素特语 它是中亚的语言 那我要讲是说 这套符号 字母的符号的使用 泛文也不见得是 记录印度化 它也可以用泛文来记录 东南亚 甚至我不知道 甚至在中国的 岭南地区的各种的语言 是不是曾经用这种方式去记录 所以说重点在于 这些表音文字的传入 我们现在知道两套系统 一套是素特一套是泛文 那我们说 素特文是一套拼音文字 那语言其实都是一个传播 语言都是从中亚传播过来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这个地区的汉文的影响 那我想我也不多说了 那在禁书的 这个佛图成传当中 有这么一段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记录 几乎大家都在讨论这一段 讨论这一段 如果在座的尤其研究生朋友 你有兴趣 反正现在什么都可以 可以期刊检索到 你查我的关键是 就把这个很多讨论 那这些讨论 很容易知道的原因 你很快在一个晚上 就可以得到我的水准 如果你现在是零的话 因为没有太多可以讨论 那禁书福图成传 他讲到 他说在五湖乱华以后 他说刘耀要攻洛阳 要跟石乐打起来了 他说石乐将就之 其群下前见以为不可 乐以访成 这就是一个 就是佛独成 那他说 相伦灵因 这是一个咒语 这是一个咒语 一种咒语 那这种咒语都会押韵 所以说他说 秀之替力纲 那普古驱都当 他就这样写 那后面他有 他说此劫于也 他说秀之就是军 那他说替力纲就是出 你可以出军就可以把他打败了 后面他很好心 还帮你解释 那 这个讨论的人都说 就说这个是杰语 这是他史料上说的 问题是说什么叫杰语 这个不太知道 杰是五湖当中 所谓的五湖当中的一支 那我会认为杰其实也被叫做杂湖 杰其实不太知道 他们大概就从中亚来的 长得比较像阿兜阿兰那种人 那当然你可以推测 你可以 有人讲说 这是匈奴语 那最炫的就说 这是土火罗语 这很炫 因为讲到土火罗语 我都很敬佩 当然了 我也觉得 他有可能是素特语了 其实杰语 他这句话有可能是 是素特语 但是 所谓的素特语 也不知道那什么意思了 有可能是当时的人 用了素特的文字 去记录了杰人的某种的语言 那这些杰人又在中国住了一百年了 他们到底要讲什么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困难 因为这个记录跟语言本身 其实有时候它是两件事情 但是我有兴趣的 其实是 是说 我有兴趣的是说 那这里头已经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当时的记录 第四世纪初期的记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已经用了汉字 去表了这些 你说语语 这个记录在当时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对于用汉字 汉字去表另外一种语言 应该敏感 那日文把它说成假名 因为它的确不是真名 就说它表的不是像绣枝钢 绣这个字 它只是又取了它的音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的知识 那这种现象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当中 很多的知识是从 从泛文来的 从泛文来的 那我们现在的知识 大概都会认为 这些知识是从泛文 受到泛文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开始 中文开始有了音节这个观念 就是说一个符号 一个符号 那中国的音节符号 跟今天的韩文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它也是某种音节 只说中国用了一个表意的 心字旁 人字旁等等 如此而已 那这种影响真的是受到 真的是完全受到印度的影响 这个是可以再讨论的 那另外一点就说是泛文 那我三言两语的讲一讲了 那当然我想当时的中国 除了东亚世界以外 还有一个泛文世界了 这几年来我们也高度的重视 泛文对于东亚的 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印度化 那有时候我的历史学家 想多了夸张一点 我常觉得如果中国 没有随朝的成立 或许华南都印度化 如果不是因为随朝的成立 581年 589年中国的统一 我想至少广东广西 大概都印度化 甚至我们台湾都印度化 那你也可以说 从第三世纪到第十二世纪 这个地方的印度化 那印度化有些指标了 那印度化有些途径 好像说从海南南海传入的 从中亚传入的 这个大家浏览一下了 它有很多的途径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高度的重视 重视印度化对中国的影响 那当然这个 我随便去找一个反问 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们了 那这说反问是一个 它是一个音节 它的特色 当然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是英文 那英文是一种拼音的方法 它是用一个音节去表示 表示一个音 比如说念卡 念沙 其实你也可以说汉字 跟这种音速文字 其实是很相似的 其实有它很相似的地方 你也可以说 其实汉字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已经是个浓厚的表音文字 其实我们或许在某个意义上 应该去改变我们对汉字的认识 汉字的音可能都比形更 至少没有不重要了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因素 差别在于说 中国没有发明出 这个固定的一个字母 好比说哪个字表卡 哪个字 好比说哪个字要表卡 卡这个音 那你说印度 它有特定的字代表 特定的写法 我也写不出来 它表一个卡 那中国可能有用加 也用华 那也用过来表卡这个字 或许这些 其实现在群文检索 变得便利起来了 其实这些研究 过去我可能要做三年了 现在可能很快可以做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因为很容易检索到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从说文解字以来 可以说中国在经过汉的经验以后 其实中国很早就想到这些事情了 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有 那你也可以说 中国也一直在利用这些原理 你可以说 说文解字当中的汉字的原理 去造新字 中国不断在造新字 那最晚近的 可能19世纪以后 去造了咖啡 那它加个口 就跟你讲说 我加了一个加 加了一个非 这是我新造的 所以它用了一个啤酒 啤酒 那它可能要念你 V这个音 可能我不晓得广东还是福建 他们发明这个字 它也给你加个口 那代表这个字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 但这个研究在座如果有做佛教专门的 做佛教专门的 或许可以再看了 在第六世纪的时候的 其实我们在第六世纪中期 就看到这些史料 有所谓的42字门 那这些 这些其实它都是 它都是一个 左边是个范文 然后对照一个汉字 对照一个汉字 那这种就是固定汉字 有个固定的汉字 去表一个固定音的这种观念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但这条史料 我都不敢说死了 因为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关于佛教 但是或许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因为佛教的盛行 那基层社会如此受到佛教的渗透 然后他们到底是不是有使用过 使用过 第一个直接使用梵文 那第二个就是使用这种 这种梵文跟汉字对照的 这种汉字 而且这些汉字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很多的 其实也是这样加了个口 他们也是同样的用造字的原理 造字的原理去做了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当时的中国 在当时的中国 其实汉文 汉文它一直是自认为 最高阶的语言 它是一种 我有时候说 它是一种天下文 就是说在天下的角度 天下的范畴当中 共同使用的文字 所以这种文字 其实它是不断地在吸收 新的词汇进来的 我在想对当时的 使用汉文的人来说 其实梵文 它的位阶就是国语 它就是一个国的语言 天竺国的语言 你这种天竺国的语言 就像当初我们在对待 对待奇语 对待厨语 对待无语一样 我也把它吸收进来 你只要把它转换成汉字 我也把它吸收进来 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 就像说 这几个例子应该是 这几个例子好像是我好多年前 有一次听金文青老师 来台大演讲 我抄了他的讲义里头 应该是Credit是他的 唐代的 好比说天台菩萨戒书当中 有讲说 他说比丘者 他说此云情势难 情势难 比丘就是一个凡语的发音 在红明奇当中 也跟你讲说 佛者是凡语 进 他训 是绝者 你也可以说 这种当时的汉文 在面对凡文的时候 当然他认为 他是高高在上的天下文 他可以把你的凡文 通过汉文 去把它加以转化 好 这个好像是我要讲印度话 当然这个图也是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这是我自己 这个难看图都是我画的 这种画给我学生 他们都很不在意了 反正老师的图 就是这个水准而已 就说 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东亚 其实它是多元的 政治系统的渗透 或许我们应该慢慢的改变 我也在上课时候 带着学生 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的时候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重层的结构 人群一层一层的叠上去 中国的社会 你可以说它是汉 但是它是在郡线系统 或者说周线系统 在使用天下文 天下文的汉文 甚至在天下汉文系统当中 还有许多通语 各种在使用 当然还有在中国的郡线当中 我们看到北边的匈奴的人群 不断地渗透进来 上次应该是我参加 刘老师的研讨会 其实那时候的一个主题 就是移民 我也经常觉得 历史的线上没有比移民 移民这件事情 更让我们兴奋 它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因为有新移民的进来 接下来就说 我们把话题要到北魏 第五世纪的北魏的立国 其实是一个里程碑 是一个里程碑 北魏这个政权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拓拔先碑先碑拓拔 它是一个奇妙的政权 它跟第四世纪的这些五湖国家 我们讲五湖十六国这些国家 它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那这些原来居住在中国的 这些五湖国家 什么杰啊 先碑啊 敌啊 枪啊 或者是包含慕隆士的先碑 他们本来就是 在国际的领域当中 所以说你也可以说 那就是自己造反 自己另外一派造反 然后取得了政权 可是在同时的北魏 或者我们说他的前面 我不知道怎么称为 或者叫拓拔了 我们把它叫拓拔好了 其实他们在当时 他们根本不认为 自己跟中国有关 他们一直认为 自己是一个先碑的 对不起 一个匈奴的继承人 他们是要恢复匈奴的 可是历史的机缘巧合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386年这一年 拓拔归 拓拔归在今天山西的大同 建国 然后他说他的政权叫做魏 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学生说 你问我为什么魏不知道 历史的终点就是文学的起点 你自己去编个小说 讲为什么他自己要叫做魏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就很奇妙说 他的政权叫做中国的魏 因为魏这是一个中国政权 当然这个国民的出现 造成了他的政治的动荡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 你当然不会认为 大家都愿意 很多人不愿意 所以说有另外一派 我们说有说 这一派叫做魏 然后另外一派叫做戴 你也可以说一派叫做 甚至更激烈的 就是北魏孝文帝 甚至把他的首都 把他给你签到洛阳 要全面的恢复汉的天下 要重建汉的天下 这个当然就引起了激烈的 你可以说激烈的冲突 在这过程当中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其实是在史料当中 在魏书的理事当中 说北魏太吾帝 就是统一华北的这一位 他在443年的时候 他因为有一个 在今天东北的 一个叫做乌洛侯国的人 来朝贡 就讲起了 在大兴安岭南边的一些事情 他说那就是我祖先的由来 他就派了一个使节 这个叫离场的人 跑到那个地方去 进行了一场祭祀 然后磕石 那这磕石在 大概1978年吧 我时间我记不太起来 然后在今天的 这个齐齐哈尔的北边 那就发现了嘎仙洞 这个很容易查到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山洞里头 发现了这个叫做 鲜卑石势北魏著文 这是一个 其实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因此就有人说 这就是北魏的由来 证实了北魏的由来 那我心里想说才怪 这个你有时候是他掰的吧 就说天晓得 他由来在哪里 但你只能说 在北魏太武帝 统一了华碑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要 他又突然间跟你讲说 我的祖先来自于鲜卑 所以我们是来自于 大鲜卑山的 那个叫鲜卑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层认同 你也可以说 他从匈奴的认同 到认同中国魏 然后又跟你讲 说我有鲜卑的由来 虽然说这几者之间 其实也不完全冲突了 我可以同时并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最高 中国是天下 我就建立一个天下 我下面还是可以有各国 各个国家同时存在 但是有趣的地方 其实这几年来 我自己当然当研究生 就开始读大鲜栋 其实这个文字 跟魏书的文字 非常的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可见的 当然他到底是不是 跑去偷科的 如果后来几年以后 证实是偷科的 跟我无关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他是汉文 这是一个汉文 你知道在443年的时候 他跑到他祖先的 根据地的大鲜碑山的山洞当中 所刻的这个柱文 是汉文 没有看到鲜碑文 没有看到鲜碑文 甚至没有看到 以任何的汉文的表迹 就表了鲜碑文 没有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 有趣的证据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 就再来看到 最有名的这段话 北魏绍文帝的 所谓的汉化运动 汉化运动 他要推行汉语 我自己不太用汉语 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才蛮模糊的 不知道什么叫汉语 这段史料 其实我们再仔细地读它 它说 金玉段诸北语 一从正音 因为这样的关键的史料 其实值得我们读很多遍了 有时候我上课的时候 跟学生讲 我是一个日本悬疑剧的爱好者 日本悬疑剧 最喜欢讲现场百变 现场去看百变 史料把它读一百变好了 虽然说这是一个理想 这段话里头的北语 北语在当时的脉络当中 应该是当时在中国的华北 甚至包含塞北的 某种的共同语 共同语 我们也不要认为 因为这段史料太重要 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些词 历史学家完全都解开了 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可以再讨论了 我也希望如果在座有研究生同学 有兴趣 这种北语 在480年代 或许就是鲜卑语 它就是鲜卑语 这是我们从史料当中推出来的 大家不要有那么大的确信 而正音 这个正音是什么 这个正音应该指的是一种中国的通语 就是以洛阳这个地方的一种通语 以洛阳音为标准音所形成的一种 一种汉文的读音 汉文的读音 这段史料 他后面他说 年30以上习性已久 荣获不可促革 那语言之所以有趣 有趣的地方就是语言 它绝对它是由政治力所塑造的 但是却不是政治力能决定的 那随着30年前 大概指的就是北魏 北魏太武帝统一中国以后 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在此之前的人 那就算了 你要在朝廷 而且大家要知道这段话指的是朝廷 北魏从来没有实施过全国的国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是跟你讲朝廷 你要在朝廷当中 因为中国本来就可以讲方言 中国从来没有禁止过 那他说30以下 现在朝廷语音不听人就 你不可以再讲过去的 你开始要讲正音 就是说你用 希望你用标准的洛阳音 去讲汉文 那他说若有故为 要将官等等 他讲说 他说若仍旧俗孔述士之后 依落之下赋成批法之人 王公亲事嫌疑然否 那这个当然 他的这段话的反面 就跟你讲说北宇有多流行 北宇有多流行 那有时候史料刚好看到他的反面 那这段话当中 其实有一个 当时的中国的 中国的北魏朝廷当中的一个 你可以说汉人士人的代表 叫李冲 那在发言当中 他关于上面这段话 他有一段发言 他说四方之语 尽知谁是 他说帝者言之极为正义 何必改旧重新 这段话太有意思了 他意思就是他被处罚了 那他意思就是说 他讲的的确就是 历来的语言的道理 他说反正这个话 各式各样的话都有 那以天子或皇帝所在的地方 你讲什么 其实就是正因 那你何必再去改成过去的呢 可见的他也认为 在当北魏的朝廷 说这个鲜卑语 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讲这个话的是李冲嘛 所以有这个地方说 可见的说当时多少汉人的 这种上层的官员 其实根本是在讲 根本是在讲 某种的鲜卑语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 讲到鲜卑 鲜卑国 鲜卑语的问题了 当然再回到鲜卑语 其实我们现在对鲜卑语呢 没有任何的语言 提供语言讨论的材料了 没有 那我有时候上课的 引起学生注意了 不要让他们开玩笑 不要让他们打瞌睡了 我只能说 反正我现在学到了一句 鲜卑语 可能就是哥哥了 哥可能就是个鲜卑语嘛 哥哥 因为可能凶是一个汉文哥哥 可能是我们现在 唯一留下来的鲜卑语 那我也不确定 那当然就说 北魏孝文帝呢 其实北魏孝文帝 同时倡导了鲜卑语 鲜卑语 而在史料当中 我们把它说成鲜卑国语 可见得我们对于 汉文帝的另外一层的理解 就是说 他说要在朝廷说汉文 大家用正义说汉文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 看到他推行了 推行了鲜卑语 这是因为我们不要用 现代国语的观念 去思考它 在当时的人 你说双语是很普遍的现象 很普遍的现象 一点都不奇怪 反而是到了近代 我们才说一种语言 才大家觉得 应该说一种语言 我们不会说了假国语 今天国语运动 你不会说 我们说假国语 又推行以国语 这是比较奇怪 虽然说 这个面相很多了 我也讲不太清楚 没办法讲清楚 但是因为汉文是一个天下文 鲜卑语是一个国语 这一点当中 或许也觉得 没有什么矛盾 就跟你无国的人 可以说无语 楚国人说出语一样 北魏制定的鲜卑国语 其实应该是 东亚语言的历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一个里程碑 待会我们看到的 《随书经济制》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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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前面讲到的是汉文 前面说到汉文 汉文汉字的各种书籍 他说 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 又得西域胡书 西域胡书 我们认为应该是梵文 他说 能以十四字冠一切因 闻省而异广 未知婆罗门书 这段话的标准 这个关键应该是 十四字冠一切因 这是一个关键 至于说是不是十四字 还是更多字 这个我不是专门 这个可能要另外来讨论 他说 与八体六文之一书别 他说这个差别其实是在 他们用了十四字 然后他说 金曲以赴体势之下 就前面的这些书的介绍 又后卫出定 北卫 君荣号令 皆以疑语 后染华俗 多不能通过 录其本言 这个 相传教习 未知国语 今取以赴 应运之末 这段话的关键词 其实是本言 本言 也就是说 鲜卑语的特色 是要通过口语 去把它用表音文字记录下来 把它转换成文字 这一点或许是一个 中国或者东亚文字 转换的一个里程碑 过去中国有奇语 无语 除语 可是不是用本言 去转换它 而是反过来 其实是用某种文字系统当中 去加加减减 然后你把它读出来 或者是说 我齐国人 我用一种对汉字的 齐国的发音 去把这个文字念出来 变成我们的共同语 但是用所谓的本言 就是用我的音 去把它写成字 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特色 它特色 但是这段话很遗憾的 它没有告诉我们 它到底是怎么写 它到底是用什么文字系统在写 写这个本言 日本的金文经教授 他有一个理论 当然他认为对于本言 对于语言的本言 这个音的重视 音的重视是跟佛教有关 它跟佛教才会重视 因为音作为一个神秘的符号 你会那么重视音 那他会认为 他会认为 就说他会认为 他会认为这个音的重视 是跟佛教的观念有关 我们讲什么真言宗 你说你会觉得音 所以现在佛教当中还要去念 所以你根本读那佛经念 不知道什么 你就把音念出来就对了 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 那的确或许这个差别的确有了 那你也可以说汉文 或许是一个重视字的文字 就那个字对了就好了 那我们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名字 我叫甘怀一针 甘怀一针 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 简体跟反体 因为我倒霉 我这个怀呢 反体 简体 日文有三种邪法 所以不生其扰 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 你怎么把它念出来 你可以念甘怀一针 那台语 我台语没法念很标准 台语的甘会念的甘 会把嘴巴闭起来 甘怀一针 我不晓得是这样念 那我最喜欢我的日文发音 叫做 甘怀一针 很开心嘛 那就是别人念甘怀一针 会觉得很好 没有关系 你就这样念 那日本人会来问我 你要不要这样念 我说很好 随便 反正你字把我写对就好了 我反而在意说 你把我写成旧体字的坏 我更高兴 那换言之就说 对于汉文来说 我们是从音去辨识字 然后从字 再去建构我们的文艺 其实或许我们 我们更在意的 更在意的是这个 那因此 因此你也可以说 鲜卑语 鲜卑语就作为一个奇妙的语言 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那重点应该是在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路奇 路奇本言上面 他们开始有了这个做法 他要把这个语言的音 把它转换成文字 为什么 或许可以跟 可以供在座的 这个各位学者 研究生们 大家一起想 那当然这个 《随书经济志》 那他记载了多本的 鲜卑语的典籍 像国语孝经 国语 鲜卑语 国语真歌 国语 遇歌 国语号令 国语杂文 然后鲜卑号令 所以可见的 可见的 这个书都在 书都在 可见的一定是有 把它变成文字 那这一段是让我们知道 这个孝文帝 孝文帝 孝文帝 做了什么事情 跟鲜卑语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 魏氏迁落 那魏达华语 孝文帝 鲜卓这跟孝文帝有关 他说孝文帝 命侯福侯可西陵 以遗言 孝经之旨交于国人 这个国人是鲜卑人 所以说 为什么鲜卑是个国语 他就是只交给鲜卑人 他要把鲜卑人的 口语的语言 或者鲜卑人 口语当中的共同语 把它加以文字化 那魏之国语孝经 国语孝经 那经 局复此片之末 这个是经旗志 我们当然很遗憾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看到这本书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 他应该 他不是 他不是用鲜卑语 去译孝经 当时应该没有这件事情 他没有用鲜卑语孝经 只是把孝经的一些摘要 然后用鲜卑语 把它给写下来 当然我想在座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 你说做这件事情 到底干什么 干什么 我想原因之一就是 你去念出来 你把它念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说 对于绝大多数的鲜卑人来说 他们根本不是字 这是个推论 他们不是字 可是他们会听 那你就让那些会是字的鲜卑人 把它念出来 念出来教大家 或者我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来宣扬孝文帝的国语 我把它念出来 那这些 这些都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他们到底用了什么字 去记录他 这是一个大辩论 大辩论 你这个如果在座有兴趣的 反正你只要到 喜刊网 你打鲜卑语 那那些大家们 讨论的大家们 全部都出来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怎么辩论 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 发明了鲜卑文字 这个不可能 大家都否认 就像很多人 会觉得日本人发明了 日本的文字 不可能 我们都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用汉字去记录他 这是目前的共识了 包含我在内 都用汉字 用汉字 那当然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想再进一步的推论 就是说 那用汉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用汉字 是什么意思 那你应该讲说 从第四世纪以来 是某些 是不是当时 已经有一些特定的汉字 去作为一个 音节的文字 去表音了 在当时 是不是因为 有了这个前提了 所以说 所谓的用汉字 来记鲜卑语 这是几乎是 现在学者的通论 通论 大家都主张 应该是汉字吧 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凡文 另外一个是凡文 那我不敢把话讲死 说当时 有没有可能 其实他们是用凡文 去记了鲜卑语呢 我个人留下这个可能 因为你 或许你可以再想 当时的特定的汉字 跟凡文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 对应的关系 你也可以说 就像这个 所谓四十二字门 这样的一个 对应的关系存在 如果佛教当时 已经有了这样 就是说佛教当时 已经有了一个汉字 跟凡文的对应关系 那所以说 在表鲜卑语的时候 其实这两者 他们是不是两者 都表了 那也换言之 就是说 即使你用的是 一个特定的汉字 其实你也在对应凡文 你还是回去对应了 就像这个对应关系一样 那这是我的 刚才杨老师讲的 我那篇文章当中 想去推论的 那我今天特地来 这篇报告的原因 是认为 当然或许 如果在座 有人对这方面的知识 比我更好 其实不难 那或许可以 进一步的去讨论 但如果你问我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 素特文 这我不知道 这个就推不出来了 所以总而言之 就说 汉字肯定是汉字了 他们用汉字来表 但是我想要推论 就是说当时的汉字 经过了这个变化以后 尤其是以语的进来 他们已经开始有了翻译的经验以后 是不是有特定的汉字 这种特定的汉字 其实也不奇怪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今天的祺域县所发现的 非常有名的 叫做道河山 这个古坟的铁剑名 那这个道河山 道河山铁剑名 它的有名 这是一把铁剑 一把铁剑 现在藏在祺域的 这个道河山的博物馆里头 那我现在太仰慕它 我还要跑去看 那它的特色是因为 它出现了什么 这个治天下大王 它出现天下这几个字 所以引起震撼 那第五世纪 我们一般断定 那它的就是辛亥年7月中 辛亥年7月中 那这个一般认为是471年 如果你不相信471年 就再减60再加60 大概就这个 那目前我们认为是47 471年 其实就是北魁校文帝 类似的时间点上 那这个就是它的 就是这样 它说辛亥年7月中 其实中这个字也是很有趣 中这个字也很有趣 中这次考报的是一个 日文的表现方法吧 或许是一个日文的表现方法 什么什么中 什么什么中 那中文在用中这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受日文影响 日本汉文影响 这个我不敢推了 但是中这个字 其实还蛮 我一直感觉它蛮日文 什么扫除中 故障中 那怎么叫 这个有点 有点日文的 对啊 这个有点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汉文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汉文 这是一个汉文 这是一个蛮烂的汉文 就某个意义上来说 但是有时候历史学家 又觉得越不好的汉文 越真实 越当地人写 那它的写是乌 或居成 那这是一个 我们说 现在日本学者就可以把它找出对应的 用假名去表它的音 他说旗儿 多加利足尼 旗儿叫做什么 一一加什么 其实就这个 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第五世纪的后期 日本已经用了汉字 用了汉字 去表了这个音 那这已经是最早的假名的开始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的确 或许还不太能够看到 是不是有特定的汉字 那到了五十亿以后 就是特定的汉字 但不用讲 到了万页假名 其实我们所看到后来的 这个所谓的万页集 万页集 在晚个一两个世纪 万页集的出现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特定的汉字 去表了音 所以说汉字 在东亚的流传 其实音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很多人会知道那个音 他不见得知道这个字 但是他利用这个音来书写 如果说我们可以 以第五世纪的 在日本的道河山铁建民 做个例子 可以知道 当时的东亚 已经很流行这种表现方法 那鲜卑文 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呢 当然这个更有趣的 我们也推不出来了 就在读书会的时候 大家在午后讲讲 想想而已了 就说那鲜卑文 跟后来到日本的日文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这样讲一点笼统 但是如果鲜卑文 鲜卑语 我们讲鲜卑语 不要讲鲜卑文 鲜卑语在当时这么流行 那他的表现的方法 如何在东亚流传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 我们重视特定 好那我今天其实 其实就是讲这么一个 一个小的题目了 卑之无胜高论 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只不过说或许可以带领大家 尤其是数页有专攻的台下的学者 想想看或许怎么样重新去思考 中国复杂的语言现象 尤其对仪语 对仪语有关系 我今天来 今天在众议院附近吃饭的时候 遇到我一个以前 我在台大教过的学生 现在 然后他就是有兴趣 在做仪语的研究 然后我也希望 或许我们这个 未经南北潮史的 也去跟周平的关系 看看我自己只是一个历史学家 只能够讲讲表象的事情 或许去看看怎么样 在细部方面有特定的语言 可以继续地做研究 我报告到此了 我们大概有一点点时间 我再跟大家讨论 谢谢 谢谢甘老师 现在就很希望有个时光机器 可以回到那个时代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先就开放 给大家参与讨论 有问题的请先举手 杨老师 甘老师好 不是甘老师这一篇 那个参考的 我个人是非常佩服 就是眼界 让我们打开很多眼界 而且可以把那个 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实蛮贯通的 就是几乎贯通 整个中股这样 所以收益很多这样 当然因为很大 有一些应该还是可以延伸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 我感觉就是 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那个汉文 那个文 因为接着就是共同语 那文是一个文字 因为我个人是研究文学的 研究文学有一个东西很红 叫做符号学 那符号 文字是书写 是不是符号 那语言一定要有读音 就是它是语音的 那符号跟语言最大的不同 就是有没有读音 你要读得出来 才叫一个语言 可是天文 天上以前有天文 太阳月亮 没有读音 红绿灯这符号 都没有读音 这是最基本的 可是这个就非常的关键 比如六书 像型 因为最早我们可以说 图画文字 图画没有读音 它是视觉的 节神祭祀 我们绑一个节 这个没有读音 它是一个符号 然后我们说 这叫义 就给它一个 可是有一种叫语音中心主义 就是认为语音是最 就是真言中那样 比如圣经说 上帝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所以上帝穿到世界上说的 他说是很厉害 但中国的观念完全不同 这是最奇怪的一个地方 最有名就是道教 所有研究道教都会关注一个事情 道经是什么形成 是云物 叫自然自闻 自动凝结的 或者说更早叫和图落书 就是它自动有一个符号 然后意传于一句话 语音中心主义叫书不敬言 言不敬意 就是人有一个意念意义 然后用语言表达 所以语言是描述意义的 然后又发明了文字 书不敬言 然后用文字去描述语言 这叫语音中心主义 就是以人的意义为中心 然后发明了语言 然后经过了数万年以后 就发明文字 可是六书不是这个系统 它不是表音的 它形成是占比例最高 所以它当然也有表音 可是它概念上是不一样 可是就是文是关键的 因为为什么可以在各国 就是它跟语音是脱钩的 或者后来的文言的分离 如果日本文言一致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文是汉 然后言是和 就是日本 然后近代就逐渐把汉字去除 然后可是它的 所以要推动一个国主语言 那这个概念到了梁启超 或者说胡适 那个文言就不会变文言文 跟白话文 其实变成阶级 它不是国主的 这是另外一个也是有趣的 然后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 元代有一种就翻译成白话文 就叫直讲 直接的讲那个直讲 我们现在读到应该最早是冠云石 有一个孝金直讲 其实历代你只要看到直讲 就是白话话语 就得了妈啦 就是用全部完全是白话文的 去读解 那这个过程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可是可以放在东亚的视角来看 我觉得是很有趣 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很大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地理类型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概念是这样 很大的观念就是印欧语系 然后繁文 那个代表也是属于 同一个印欧语系 然后汉藏语系叫孤立语 可是有一个一年早逝的语言学 叫乔本万太郎 有一本书非常有想象力 就是叫语言地理类型学 通常说这个东亚 就是或者是古代中国 北方叫阿尔泰语系 然后南方叫南岛语系 然后南岛语系 这个会让我们想到 那个傅思年先生有一篇文章 就早年叫东亚西下说 就下商周 它是两 商是东海岸 然后西北的州 这是两大 然后这叫环太平洋文化 环太平洋文化 就南岛语系 就是到现在 包括台湾东南亚 或者说到美洲 就是环太平洋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 所以这是两大块 所以南方的 就是南方的苗族壮族 因为寄音我们知道早期 像我们那个胡小正老师 有专业研究的那个 因为他研究那个月 月峰系统是新出一个 用汉语去记录 西南的那个壮族 那个 其实那个很有趣 而且年代非常早 这样的东西 最早一个叫月人歌 就是那个刘向说院 他是有把音写出来 女王宁 就是火新闻 我就发现女王宁看不懂 然后再翻译成 很像那个储词的 一般的学者认为 他是壮语 就是南方壮语 然后东汉有一个叫做都宜歌 也是那个 就东汉那个西南语 他有原文 就是他们的记音 然后翻译成汉语后的那个 可是原来的记音是誓言 然后翻译也是誓言 如果这样 那应该是单音节 就是顾虑语 看起来真的很有趣 那这个当然就比那个 就是稍微少一点 所以那个繁文的音响 这很有道理 就是说十四音去切音这样 不过早年那个饶宗宇先生不是说 十四音去 谢灵音开始 就是流众就刚好五四句 开始 这叫西潭许 这样 但是 其实我的声音学已经完全 翻译给那个老师了 那我印象好像 它会影响中文的是反切 因为反切就是字母 就汉字把它字母化 然后有生母有孕母 我印象应该没有记错吧 是孙岩是吧 是东京不是 我被当掉 就是说 如果是东京 就是五福十六国的南方东京时代 另外一个很有趣 我们前几次有讨论到 那个 就是中国 就是那个 刘云主老师的专长 就是法显 东京有一个法显 那个就是 那个叫佛国记那个 他称印度叫中国 就是中天祖国的简称中国 这样 就我们知道 因为上一次刚好 请那个陈淑芳老师来 替我们概论一下反吻 反吻根本是 相当于印度的文言文 没有人在讲 这个东西 所以跟这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可是刚刚讲到道教跟佛教 我觉得应该提醒一件事 中古的天下 有一个普世性 因为它是世界性的帝国 所以那个世界性宗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那个宗教神圣 就是说 那个世俗政权之外 有一个包括道教或佛教的 这个 然后我们知道印度反吻 其实佛教主要 它流行一下是印度不是那个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世界宗教 它不是一个国主的宗教 这样 这很有趣 然后另外一个 抱歉我讲太讲了 就是说 它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刚刚刚老师提到杨雄方言 它有一个制度是这样 叫上纪力 就是说 它是透过各地到中央的使者 叫上纪力 然后再报告财政什么什么 可是这个东西在中古 慢慢它会形成一个 比如汉武帝的乐舞表演 就各个宜人 就是在随书音乐志 有记载一个梁武帝的表演节目 叫三朝乐 就各国来朝贡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型的 它叫官国之光 然后随书金集制 以前我们也有读书会 就是说 为什么中央有很多地方图书 就是上纪力要上缴 这样从西岸开始 就是各地的文献图书 都要缴的 透过这个制度 那个上纪力非常有趣 就是那个 早期五言师叫徐淑 平家习俗就是上纪力院 然后到中央 然后就有五言师 所以他研究中古文学 像我个人上街 非常好奇 然后他一个很有趣 抱歉我把它讲完 就是那个文这个东西 以前我在翻全汤文的时候 就发现一件事 有一个几乎是口头禅 就光乎天文 以茶识变 关乎人文 以化成 大概几页就会出现一次 然后早期 钱穆先生有一篇文章 就要讲 吕温的人文化成论 人文 就是关乎人文化成论 简称人文 简称文化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文化的最早 这个东西 就是古文运动的标语 这个非常普遍 也就是说这个概念 我刚刚回到前面 就是那个文 那个包括宗教的 也包括古文运动 包括这个教化 这个抱歉 以上是浅见 谢谢 我简单因为 因为杨柔讲的 这个范围也很广了 我想补充我讲 我也在 在借题 其实因为讲到 神的话 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语言的时候 都会去讲到 就是太初有道 在圣经里头讲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那太初有道 这个道这个字 那这个 就是world 很多人就把它翻作world 那日文翻作kotoba 那另外也是翻作什么logos 那其实它就是话 太初有话 然后话与神同在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某种语言的诞生 其实就是 就是神圣的语言 那神圣的语言 做出某一种记录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 会从这个角度 去谈到 谈到这个文字的出现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在我这次讨论当中 没有去讨论 关于汉字的出现 因为我自己做 做汉文世界 或讲汉字文化 就我们对汉字的出现 很有兴趣了 那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中文院 还有一个叫石鱼索 所以我们不要冒犯到 他们的权威 因为这是他们研究的专场 那当然就说 这个文字的出现在20世纪 我们讲汉文 我们就犯称叫汉字汉文 那它的出现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到底怎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字的出现 那20世纪的学者就到处挖 大文口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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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挖到好几个 他不是说挖到一个日 这就是日 这就是月 但是你问我 或者我这一派的人 就觉得那个是符号 那就是一个符号 那符号跟文字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有没有 你能不能把它变成画 你把它凑起来变成画 但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套套逻辑 所以我也觉得大文口什么办法 那都不是 那都不是 你不能认为那个是是 所以为什么甲骨文是 因为它是画 而且我们也认为 那个甲骨文每个字 是有音可以把它给读出来的 那当然你可以问 那这个音从哪里来的 那我只能说 那个就是商朝统治者的 他们的共同语 那所以说这个共同语 也把它传给了西州 那你不会认为 在陕西的州 跟在今天河南 甚至比较东边的商 他们的语言是一样 但他们共同语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共同去使用了 这一套语言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种符号文字 甚至记录语言 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那当然以我这种 反正说了 也可以不用负责的人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 我不是这个文字 就说你要问我 我会觉得 当然我是一个 觉得文字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技术 那这种技术从哪里来呢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从西亚来 它是传播来的 那它是几千年 你可以一千年 一千年两千年 从巴比伦 传传传传 你说从哪个管道 传到了音区 我也不知道 当然也可以知道 这个历史 这个你可以推论 但你要问我 我也不会由我来确定 但是我觉得 那个是特定的人 特定的人 把这种文字的技术 传到了中国 所以说 如果你要问我 我会觉得 在考察汉字的起源的时候 那二十世纪 我们都在中国找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认为 中国就是一个 封闭的文化圈 那你一定是在中国的 这个文化圈当中 然后又用什么 苍结造字 皇帝 什么采集 然后最后出现了 一个文字 可是你可以反过来想 其实应该是 是在今天的商朝 或者更早的 应该商 我们就目前看到商 那他们的这个王权 从哪里来的是一回事 他们怎么样 采用了一个外来的技术 然后用这个外来的技术 去记录了 当地的某种共同欲 那所以说你现在 如果你不带 某种偏见的去看 中国的这个甲骨文 跟西亚的 我们讲苏美尔 苏美的这些文字 其实很像 我是觉得很像 但我的艺术水准不高 我就觉得蛮像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是一个 当然 其实我刚才的报告当中 也不断地去做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 虽然说是承袭了 很多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作为一个尝试了 那我自己比较不怕错了 错就错 那也就是说 就是说刚才谈到的 杨老师谈到 乐人歌也是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 我们实在是很难 去解释的一样东西了 的确我们应该去讨论 这个东西了 那就说 他也反映了 也反映了 用汉字 去表音的 这个系统的出现 那我们知道 所有用汉字 去表音 一定最早出现在诗歌 他一定会 一定会最早出现在诗歌 然后会出现在法律文书 就是说 这种文字 一定最早会出现在 作为诗歌的记录 因为大家才可以去念那个诗歌 所以我们对文字的演变 一定在诗歌上 所以为什么有诗经 那另外一个一定是 一定是契约 因为文字的特色 它可以灌时间 那你今天契约 你今天欠我50万 我要你五年以后还 一定要有个历史性的东西 口语就不能用 因为五年以后你就赖账 所以说你一定看到 在法律里头 然后最后才会出现 伟大的先知的教诲 伟大先知的教诲 所以你看中国的文字的发现 其实跟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从诗歌 你看到一些法律的文书契约 然后先知的教诲 那中国的先知的教诲 就是论语 然后他一定是用 对话录的方式出现 你看到最早的都是对话录 那这个对话录 好不说我们到 报任少卿书 为什么会认为 它又是一个转变 因为就变成书信 它表达个人情感的书信 所以这个变化 那另外一点就是 刚才杨老师提到的 其实我们现在 现在也很重视指讲 指讲 我自己对于指讲的一些认识 当然其实也在很多部分 跟着金文经老师来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汉文 汉文在你说在第六第七世纪 尤其唐朝会传到日本 那就会在日本出现了一个 我觉得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最奇特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现在做汉文 东亚汉文最有兴趣就是训读 我们讲训读 就是你一段文字 你把它导过来念 去导过来做一些符号 把它导过来念 改成了当地的语言 那当然我自己的研究 这个很大一部分想说 那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不直读呢 难道他们不能直读吗 直读变成日文吗 那这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讲直读直讲 直读直讲 在你说后来送以后出现 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所关心 但另外一个关心 对这个汉文课题另外关心 其实就是训读了 那金文青先生 他们都有兴趣在中国找训读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词 因为汉文 汉字一定跟着音来了 没有问题了 你今天像我干这个字 干这个字传到日本就念抗了 就是念抗 一定是跟着这个音来 但是日本他们在读这个字 念着 那就说用他们的共同语的音 去读了这个汉字 读了这个汉字 那这个就是日本现在 所说音读殉读 这是日文的基础知识 那金文青先生 他就很想知道说 那除了日本之外 到底有没有其他地方 蒙古语里头有没有 其他语言有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把一个字 那当然 当然这个在座很多人 比我更了解中国的语言 音韵 那台语 你也可以说 这种台语上面也有 也有了 那你说耳朵念 念 可能是一个闽南的当地的音 然后这个字就念成了当地的音 我们说白读 文读这些系统 那这些东西已经超越了我的知识 跟我的能力 那当然 但是我们对于汉文 汉文的兴趣 那其实很多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汉文 有一种就是 你是用书面文把它读出来 把它读出来 你今天用闽南语的音 把它读出来 就是某一种的汉文 那这些复杂的现象 其实一直是我们的兴趣 那最后就是 就是杨朵讲的那个上纪力 其实因为我自己做 我自己的博士认文以来 其实我一个兴趣 就是在讨论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中国有一种 就好比说杨雄 为什么他会有 他会有这种 中国会出现一个通语 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文化 其实就是人的交流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讲具体的现象 具体的 他不可能是一个敦煌的世人 跟一个济南的世人 用想的可以想出中国文化 不可能 他一定要人之间交流 所以说我自己的研究当中 也很重视 汉朝以来的各种的制度 不含就是上纪是一个了 那当然太学是一个 那像汉朝的这种查举制度 查举制度 它让中国的各个地方的精英 在三年到六年 可以跑到洛阳来 那这种经验实在太重要了 它造成中国文化的某种 某种的统一性 那这种的统一性 它又怎么样造成地域社会 所以说分裂跟统一一定是并存的 像东汉后期 我也说会讨论说 好不好说有如影优劣论 就是我辱南的 或者你影川的哪个比较好 那许多人看到这些史料 就跟我讲说 因为分裂 我说那是因为统一 如果你辱南的人 永远不遇到影川的人 你干嘛去比较好坏 就像台湾这几年来 最有趣的就是在比较什么 南部种跟北部种 哪个比较好吃 那个一定是人在一起 你都在台北 才会去比较什么 我吃了南部种 你吃了北部种 你说以前谁会去比较 可是你不能说 不比较的时候是没有 不比较才有 你比较的时候就没有 所以说这种语言的混杂 然后怎么表现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我也是讲了一点混乱 就是非常感谢 就是刚老师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视野 这个视野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题目 藉由语言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把整个周边世界 就是五世纪的周边世界给串联起来 那刚才就是说 讲到五世纪的这个周边世界的语言 语言其实跟语文这件事情 好像是应该要分开来考虑 像刚才就是在刚老师的条列上面 把范文跟苏特文是并列 可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可以知道苏特文其实是 那个语音其实是有的 就是所以有苏特语苏特文 合起来它是语文 可是泛文这个我们好像没有人说泛语 然后事实上在五世纪的时候 就是以佛经来说 它是历经了一个就是泛文化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其实佛经本来都是在口语传播 然后到了三到五世纪这个阶段才把它泛文化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说 就讲到这个所谓的世界语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泛文跟中文或者是应该叫做什么 就汉语 汉文跟这个泛文 其实他们在当时可能是可以看看 是不是可以就是说 是不是哪就是说像你说的这个 这个阶层化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看待 我是觉得说他们好像是有一个很有趣的 可以比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就是汉文它有 就是汉文其实就像刚好是说的 它其实可能有各种的国语方言 那其实就是泛文它其实也有各种的方言存在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一个 在当时就是几乎在同时发展的两个 两个这个所谓的天下文 那这是我的问题 对我想我想这个泛文肯定是一个天下文 那而且它是一个你说你从世界的角度来说 它肯定是一个超级的天下文 那我们这几年来我想也包含对于佛教的认识 我们也越来越觉得 这个你也可以说东亚的底层当中有一个泛文 那这种泛文也影响 我想不只影响中国 那也影响日本这些地方 我想包含影响像新罗这些百计 那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当然我想可能我说话也是会有些语病 但我只是说当时的中国的中国王权 或者说当时的中国的国家 你可以说四到六世纪 那他们在某个意义上不惧怕 不惧怕泛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 天下文更汉文更高 那泛文只是你可以做 反正我们当时中国也有很多各种文 各种的语言 但是我这样讲还是很精确 不太精确 那也只能说当时主观的是这样认为 可能当时同志这样认为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其实反文根本是要吃过了汉文 那这几年来其实有很多人 这个重视到像 当然像就像 这个这已经算是一个一般的知识 就像日文的这种假名五十英 那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从汉文来的 那当然从汉字来的 当然我想这个观念本身 应该是从泛文来的 就说泛文有固定的音的这个观念 然后他们只是说 他们去找了 他们继续的用汉字的偏旁 去表现它而已 但如果你问我 那为什么不直接的用泛文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也可以想 还是可以思考这个 还是可以思考这个有趣 在日本第八世纪以后 绿令寺时代的各种斗争 各种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用 那这个也就是说 泛文 因为我现在已经帮我打 我已经前面演讲说 我已经打了我的预防针了 就说这个课题 真的是太难太难太难讨论 那刘老师是 是佛教的专家了 那当然其实到有几套系统 他们怎么去表 甚至去表东南亚 当地的一些语言 怎么样用泛文去表示 那如果你要讲出 这个到底是不是泛文 不同系统的语言 印度这个我不太敢讨论 只不过是说 我想再讨论这个时代 或者第五世纪 那我们应该要 要更加的重视泛文 对于这个时代的影响 我想刘老师一定同意了 那过去我们 过去我们太低估了 那泛文有几个系统 甚至有一个系统 其实是在海南这个地方 南海海南这个地方的系统 那他怎么样从 你也可以说 从海南这个系统 一直到东亚来 那我过去有一个研究 在讨论这个隋阳帝打琉球 那甚至你可以推论 因为你会有兴趣去看 书的东夷传当中的琉球传 那我也知道 大陆有一位学者 叫做鲁西奇 那他也做了这个相关的研究 甚至认为台湾在当时 其实也是印度化的 其中的一个港口在台湾 那你也可以说 如果不是因为隋文帝的统一 隋文帝统一隋阳帝 其实或许 或许台湾在某个方面 也会成为印度化最北端的一个地区 那当然语言跟文字的关系 其实是很有趣的 那这也是去 去淘宾说 很多人会认为日语 有时候我们讲和语 和语 因为日语会跟现在 就我们讲和语 那和语到底在 在什么时候成立的 和语到底在什么时候成立的 那许多人会认为 和语应该是这种 这种大和言 也有了这种和语 那可能是在创世纪以来 就有了这种和语 但是现在的研究 不含我个人在内的意见 都认为 其实和语是很晚才出现的 那和语的出现 和语的出现 和语成为日本的一种共同语 那他跟汉文进入以后 其实他们是互动在互动的 你也可以说 但我不敢讲说 没有汉文在第五世纪 进入到日本开始影响以后 那会不会有一个和语出现呢 这个我不太敢说 但是日本在当时的小国病例 到大和朝廷的出现 然后开始有一个和语 那这个和语表现在 可以用假名把它给记下来 用假名记下来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 这是一个固有语 这是一个固有语 那这个固有语 应该很早很早就开始出来了 那固有语呢 因为汉文进来了 受到汉文的影响污染 但是其实根本不是 其实它是两者互相影响 所造成的 那当然像刘老师说的 那我在引申刘老师的话 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 为什么会有鲜卑语呢 其实它也深受着汉语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北魏孝文帝之前 其实我们也没看到什么鲜 就是作为一种 共同语的鲜卑语的存在 就是如何它能够 作为一个共同语的存在 经常是 它在一个更大的环境当中 去互动 但更不用讲说 今天所谓的汉文 尤其比较近视的汉文 我就深受着佛教的影响 可能不是那是梵文的影响 深受着佛教 我也经常觉得 我的语言当中 大概充满了佛教的用语 但是我们却很奇妙的 我说微笑 可能是一个 根本就是一个佛教用语 我们讲微笑 我想这种语言之间的互动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 尤其它在东亚之间 过去我们太以汉文 作为一个 或许如果能够看到这些影响 只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 刘老师经常讲说 干老师讲得很宏观 我的宏观是因为没有史料了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史料 不要让它这么宏观 能够做细部的东西 比较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说 心碑雨已经消失了 那可是就是说 我们在 就是北史里面 包括北周跟北齐书 其实在卫书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鲜卑人的名字 那这些名字 其实都是用汉字来表音的 那从这样子一个角度 我们可不可以说 其实这个就是鲜卑语的遗迹呢 我们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是一套语言 就是可以表口语的一套 就是说 听说读写的一套语言 当然我在讲 我在讲鲜卑语的消失 这个讲的也有五段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语言 这个融入到民间去 会是如何了 那它到底会有什么 在民间会有什么变化 那我今天想要提 这个课题的原因 其实也是激起大家的兴趣了 一个在 一个在大概第五第六 至少到第七世纪 一个这么广泛 在使用的语言 那问题在于说 而且它曾经被记录下来 曾经有 有一个一套文字系统 被记录下来 那当然你可以说 你从合理性来推 不太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可是这种语言怎么样 怎么样在民间传播 这个我们不清楚了 那现在历史学研究 历史学研究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始料知道基层社会 虽然说我们没有始料知道基层社会 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还是要知道基层社会是很复杂的 那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来 中国史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知识了 那就像说现在很多人在做 当然你可以通过database去讨论 唐朝的世人如何的移动 如何的移动 你现在有很多的资料库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的知道 这绝对是很不完整的资料库 因为太多的记录没有被记录下来 就像我们讲到疑语 其实有很多疑教 模拟教 模拟教 这个仙教等等 警教 我想这几年最热的一个课题 就是有很多地方挖道 挖道这是模拟教 尤其在中国的南方 那我讲的是说 在记录上我们看到 鲜卑的语作为一种文 大概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但是它如何 如何到基层社会去的影响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推论 所以我多多看那个 另外那个 谬岳先生的一篇 就是这样被操的鲜卑语 然后 啊 屏幕吗 好 稍等我一下 有吗 好像我按了 没有按 这个按了 好 然后就是 因为它那篇文章里面 有整理那位 就是 日本那位白鸟先生 跟他 他就是 整理的一些鲜卑语的 跟汉语的一些对照 这样子 他好像没有跑出来 然后 就是我 当然这个跟老师今天讲的内容 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强相关一点 然后可是老师刚刚又刚好讲到 就是有关当时 就是也是有泛文的翻译问题 然后我就想到一些 就是有关 泛文翻译 跟这些鲜卑语对应的翻译的问题 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鲜卑语 它现在在我们史书里面可以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音译的形式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因为佛经翻译它也会有部分是音译的形式嘛 那佛经翻译它他们的那个音译形式常常都是用一些比较不相干的字去做音译这样 可是我看我看就是鲜卑语它的音译我自己一时间觉得好像没有 它不是刻意不会像佛经那样刻意去选用一些就是不常见的字 也或许是他没有不会去考虑说这个字到底是常见或者是不常见 然后我就想说这会不会跟他们就是可能是佛经翻译它各有自己的目的 然后鲜卑语他们在做一些标音的时候也有它的特殊目的 然后我就想鲜卑语的翻译在做标音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跟他们自己本身汉化有关或者是一些政治上的目的 这样就是他们他们不会是完全的只是标音甚至是就是有时候标音的时候也会有 表意的情形出现这样就是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会就是翻译模式上有一点不一样这样 当然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想要请问老师这样 我回答我有时候我太太经常跟我讲说你不要在演讲时候开玩笑嘛 乱开玩笑但我经常说你问我问谁啊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做研究了好不好我经常觉得这个这是个可以做研究的课题啦 你问我他选了为什么他要选这些字啊 那这些字这些字他他有没有他有没有表意 还是选了一些美好的字还是一些有贬义的字 那我一直觉得这目前目前因为资料库各种的发达以后 我觉得这个要做这个研究越来相对的在技术上容易多了啦 容易多了那那那当然就说呃我我我我我借题发挥啦 当然就说鲜卑与鲜我甚至我自己连什么叫做鲜卑鲜卑与 因为我会认为鲜卑鲜卑应该鲜卑不是一个民族啦 没有没有鲜卑民族这件事情啊 虽然说很多人认为鲜卑源于源于东湖啊 那你也可以说他在他在蒙古草原的西边 蒙古的东边东西部分东边然后可能接近大大兴安岭 但是应该自古以来他就是一个政治的联盟 哦那现在现在学术界就是说关于做这段历史的人 我们连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叫做鲜卑 这个词怎么来的其实我们都不太清楚 那这个词最明显的定义其实是在三国字里头 他就给你一个鲜卑的传嘛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边这边看出来 但是鲜卑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多多个的人群的整合 那这些人群他们他们在这么早的时间点 开始民族大迁徙 那这种从东北开始迁徙 这个根本是常态了 人不断在迁徙了 这一点都不奇怪 那他们迁徙绕着塞北 甚至一直到清康藏高原的一个地方去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鲜卑语的语言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固有语 其实真的吗 那所以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去讲说 这个有可能是在北魁太武帝以后 他们怎么去制作出这种北方的共同语 这个其实是维持在推的一个理论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做了这个 你说谬月仙的东西了 其实是很有名的了 那我也讲不出所以来来了 那或许就说真的有兴趣就去做这些研究 说他们选了什么汉字 他们为什么去选这些汉字的意义 因为我都是印象式的 我没什么可以提供给你的结论 那只不过是说这种从选汉字 用汉字去表音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表音这个观念 有没有表音这个 还是去表了一个意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了 那另外一个就像佛经一样 那是很明确 他们很明确对应 就说这个音 我念了咖 我就写这个字 那个时候 因此像经文经先生才会跟你讲说 那个是佛经的结果 因为他们有专门 易佛经的单位创造这个知识 你也可以说把这个知识 你用东亚史的语言 就是假名的发明 就是用汉字做假名 那最典型表现在日本的五十音 那只说五十音 他用了偏旁 那另外一个就是 新造汉字 很多是用了一个新造汉字 其实新造汉字是一个不断的趋势 你可以从杨雄的方言 就看到新造汉字 说文解字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新造汉字 所以汉字不是一个禁止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系统 那我根据一个音 然后因为这跟新有关 我就旁边加个音符 然后这边加个新字 这个是中文的常态 就这些复杂的现象 假名是一个 就是我把汉字固定化 表一个音 那另外一个是创造咖啡 咖啡我就加个口字旁 就创造一个 就跟你讲说我这个字是翻译的 是翻译的 就是加了一个口 那这个整个变化 我自己不是专家了 或许你可以 或许如果有兴趣的 跟音韵语言学有兴趣的 可以再去看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也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汉字到底音是什么 其实也是个大问题了 我还是要讲是个大问题了 那历史学家要告诉 要喜欢讲就是说每个音 因为现在很多人 你要查音 就从什么汉语音韵字典去查 真的吗 真的吗 没有吧 不是吧 那你应该讲说 这个字在哪里被翻译出来 被翻译了 就像啤酒 我想翻的人 没有要我念啤酒 他一定要念我念B这个音 B 可是我们转到国语的 你看到旁边就念错 碎士是最明白的 他没有叫我念瑞 他一定要我念水 水这个音 这翻译的字 他要我念水 他没有要我念瑞 那加利略也没有要我念且利略 他一定要我念加 就是念嘎这个音 所以说每个音 这些音 你看到的时候 你应该去想说 他到底谁翻出来 就像说 因为我自己做汉伪奴国王的研究 伪奴国 现在都会叫你念 维根奴 或者很多说 一个要念哇 一个要念那 但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到这两个字 可能是在勒浪郡被翻出来的 它可能是在平壤被翻出来 翻成这两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可能念的是一都 他念的是一都 念的是一都 公文传递 他们的公文 从平壤传到洛阳 汉皇帝看的是公文 我不知道他怎么念 他可能念做 更接近伪奴这个音 我念的伪奴这个音 这种音 所以说 你问我说哪个音是对的 字是对的 他只要字对就好 就是中国文书 汉文最大的特色 你字写对就好 你字写对 然后传过来就是这个国家 所以说 基本上还是牵涉到 中国的汉字的音有统一吗 我经常觉得这是一个 我自己研究的有兴趣的课题 不一定吧 所以说你很多人在研究这段期间 就不断地去查 像网络上可以查 反正你查这个标准音 可是真的吗 他们都用这个标准音 在念这些字 这些字被翻出来的时候 可能在大同 在呼和浩特 他到底念了什么东西 那汉文的地域性 音的地域性 哇 这个太难了 这我不会 但是或许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讨论 刚老师您好 就是老师画了这个 语言重成现象的一个 很宏大的图像 我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可是在阅读文章的过程里面 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 我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好好的衔接起来 所以会想要请教老师 希望能够老师能够再多回应一些 就是关于翻译这个概念 因为我在读老师的这篇 就提供给我们的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其实读到了两个概念 一种是一个语言在初始的状况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文字 他需要把他的语音记录下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借用文字 那借用文字的时候 他可能借用的是 当时就如同老师文章里所说 他当时的强势的语言 那可能汉字就会成为 他一个可以运用来表 就是记录他们自己语音状态的 一种能不能叫做翻译方式 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就是我不太理解的 不太能够不太确定的事情 那我所理解的是 这是一种语言初期的时候 他们在文字跟语音 在互动过程里的时候 利用符号来记录语音的现象 但是另外一种所谓的汉文 我所理解的汉文迅读 就像日文的这种汉文迅读 似乎是一个比较后期的 两种语言或是所谓的固有语 或是所谓的两个群体 甚至两个国家民族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 已经到了好像比较成熟的 一种状态的时候 他们彼此交流之际 必须要有一种 就是我要阅读 比如说汉文迅读 日文的汉文迅读 他只会对来自中国的文献 做汉文迅读 他并不需要对其他的文献 做汉文迅读 而且他迅读的时候 像老师文章里面举一个例子 学而实习之的例子 他不仅仅是把语法导过来 变成一个合语的语法 他甚至是学 他并不是用合语去 他并不是去读出学的音 他读出的其实是 Mana是合语的语意了 这个合语里面学这个意思 他们把它跟汉文的这个字读起来 所以他强调其实是训读是 反而是意义上面的问题 而不是字跟语音之间如何搭配的 那这种我们我的理解 我过去的理解其实是把它放在翻译的 就翻译的概念底下去理解 就是两种语言 他们在彼此之间要沟通意义的时候 是透过了像这样的一种翻译的方法 去互动的 那跟老师前面所提到的 不管是鲜卑语 或者是其他 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周边民族的语言 像西夏语等等之类的语言 他们或者是甚至连和日文也有 早前日文还没有假名的时候 他们要记录语音的时候 也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语音 那是一种 那好像是透过文字来记录语音 好像是一个语言 一种早期的现象 跟后来的这个汉文迅读 好像似乎是不同的阶段 那这个要如何整个把它用一个更大的 汉文通语方言这样的一个框架包起来 是我在阅读老师这个文章里头的时候 还没有想得很清楚的问题 所以想要请教老师能够再多说一点 谢谢 我想你应该很认真的读我的论文 那所以说你不懂的大概也是我不懂的 那我不懂的或许也很多人不懂了 就我们现在在讨论了 那当然就说 我想我先混乱的回答你了 因为其实你也读出来了 我的论文当中 在讨论日本的那一段当中 其实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了 到底什么叫翻译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日本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汉文 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语 所以说他要用本国语去翻译它 所以很多人对汉文训读的理解是翻译 但是不是啦 那个不是翻译啦 因为它有上下语言的未接的问题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来讲 就是说日本他们在接受汉文 尤其第八世纪所谓的律令制时代以后 接受汉文 日本它没有要把汉文当作外来语 可能跟十九世纪后期 很多国家包含中国在内 他们学英文 那个是一个外语 我有国语 我有英语 所以说那个是两个对等的语言 所以我们经常经过一个翻译 This is a book 我就翻译做这是一本书 那个叫做翻译 但是可能在座各位学者或者同学 对于什么叫做翻译 可能比我更能够去抓到他的精神 可能更有专业 但是你也可以说 日本他们在学到中国的汉文的时候 汉文的时候 他们是把汉文要把它变成是本国的文 就是说你也可以说 他接受了一个当时东亚的天下文 然后要把它转换成本国文 因此你才可以 因此你当然这个其中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你可以说为什么汉文在第四世纪传到日本 也传到了朝鲜半岛 我们看到的都是 直接的就把汉文给记录下来 好比说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的碑 日本比较难讲 朝鲜半岛很多的碑 他们都直接的用汉文记录 我们看到尤其第五世纪朝鲜半岛的碑 直接的用汉文写 你可以去说汉文写得也不好 像好泰王碑这种好的汉文 很少很少 就看那个碑立了一个碑 汉文也不好 开玩笑讲 那写的一个 学着变体汉文 或者你叫憋角的汉文 但是你有时候看 那个越憋角的汉文 就是越是当地人写的 就像我们在学校学英文 我写一个憋角英文一样 就是说可见的是他们写的 不是请人来写的 可是你看到了汉文训读以后 其实是比较晚了 已经是比较晚的事情了 比较晚的事情 你有一个对应的汉文训读 它表现汉文训读的目的 其实不是为了要翻译 它没有要翻译 因为汉文在日本作为一个本国文 你是可以把它读出来的 你是可以懂的 它没有要翻译 没有要翻译这件事情 你读不懂 你读不懂 我解释给你听 那个叫解释 解释跟翻译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我解释给你听 我今天在田地旁边立了一个榜文 所以说你要认真工作 你要什么农民都看不懂 可是我最关键跟你讲 他跟你讲说你八点要起床 九点要工作 我没有要翻译这段文字 翻成我们的语言来 没有 那个是我去做了解释 可是我们看到汉文训读 像改变它的语序 然后把一些汉字 用日本的和语的文字去表现 其实那个不是翻译 只是说你应该是讲说 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场合 他要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他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或者某种神圣的场合 要把它讲出来 代表 讲是确实讲另外一套语言 好 那你跟我讲说 这就是翻译 这就是翻译 我也可以认为是这样 但是我要讲一个大的脉络 就是说日本在第八世纪以后 在使用了 就说在看待汉文的时候 在看待汉文的时候 汉文是一个 他们是一个 也把它视为一个本国文 来看待 第二个就说 如果说你说那个是翻译 就是汉文训读是翻译了汉文 作为日文 把它变成日文 你的前提必须是 那个汉文训读的结果 是本国人听得懂的 你要本国人也听得懂 就像你跟我讲说 This is a book 我听不懂 因为不会英文 但你跟我讲 这是一本书 我听懂 那你必须是 但是呢 我们至少是我高度怀疑 其实当时的 当时人 你用汉文训读 把那段汉文训读 读出来 就像学而实习之 学而实习之 那个汉文训读 我念不出来 我相信你把它 读给日本人听 没有日本人听得懂吧 他们也听不懂 尤其日本的一般人听不懂 那你只能说 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 只是要标榜 我用和文 把它念了一遍 在某个场合 我去把它念了一遍而已 那这种汉文训读 最常出现的 最常出现的 其实是在佛经的 佛经的使用上面 我把佛经念一遍 用每个汉字的音 我把念一遍 没有人听得懂 那我再用 汉文训读 把它给念了一遍 坦白说 也没人听得懂 我也不觉得 大家听得懂 但是那个只是标榜 我要用和语 把它去念过一遍而已 至于你说 我坚持要用和语 把它念过一遍 这个是不是就是翻译呢 最后 这个很复杂 如果有兴趣 我们再来讨论 我也觉得 我这几年在讨论 讨论汉文训读的时候 其实其中一个 关键的概念 它是翻译吗 它是翻译吗 如果希望你有兴趣了 它到底是不是 一种翻译 翻译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语言 如果说语言是个 重层的结构 它之间到底 有没有翻译的 翻译的这个关系 或者你可以继续 进一步讨论 其实我不是专家了 我只能把这个现象 跟你讲而已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还有没有最后的问题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谢谢甘老师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就是我要证明一下 今天甘老师 是读书会里面的演讲 专题演讲 不是来做报告的 那我们非常谢谢甘老师 就是在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甘老师应该是很早就过来了 对 那提供了我们一个 真的是非常宽广的视野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兴趣 只是就是说 要真正进入这个专业 连甘老师已经经营这么久了 他还常常一直说 我不懂我不懂 那只有我们这个略接触点皮毛的 反而会觉得说 好像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 其实在甘老师看来 可能都是 Recording is on 可能都是非常可笑的 不过开启了我们一个研究题 因为我们有开那个线上 线上的 那他们录到了甘老师的演讲的话 那才是赚到了 好 那我们就是再次谢谢 甘老师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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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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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